军统的领导 他的名字许多人或许并不熟悉 但他的师父想必许多人都是听过的 他的师父正是燕子李三 燕子李三杰父继贫 弘扬正义 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赞举 段云鹏正是他的弟子 段云鹏生于市井之间 有嘴滑舌 最是善于行偷及摸狗之事 燕子李三照理是不会受这样的人做徒弟的 但看待段云鹏本性不坏 也打算好好教导他 让他日后做一个与国家有贡献的人 在燕子李三手下 段云鹏的确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他偷奸耍滑的本性却一直没改 后来甚至还在北京闹市 连续偷了多名权贵家里的值钱物件 这些权贵可不是普通人 若是一般人丢掉了东西 想必就算说什么警察也不会认真 办理 但是这些权贵意义说 警察自然办事效力就成几何般上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警察终于知晓了这起案件的主事人 正是段云鹏 段云鹏被抓起来以后 直接就被送去了军统的监狱 那种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进了去的 只有像段云鹏这样犯过大事的人 才能享受到那种贵宾待遇 虽然被抓了起来 但是段云鹏深知 只要不松口 不管受到怎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